国民党的国民 没有自由 没有正义 没有民主世界 那这会是敌人 敌人 敌人 不要做奴隶 做主人 不做奴隶 不做奴隶 做主人 不要做奴隶 做主人 不要做奴隶 不做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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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死了第四个人 我还是流眼泪 因为好像我骗不了我自己 我就是流着中国人的血 就是流着跟他们 不能说一样的血吧 不尊重他们 但是我就是流着同样人类的血 我还是为了中国的一些事情 中国人受的苦 中国人受的罪 我会伤心很难过 我会说 我像我的主播 我的同胞能够的自由 中海民的我们先把第二条 中国的权力 中国的所有权力 属于人民 但中国的权力属于谁 属于共产党 属于习近平 属于习近平 李克强 光雅 炸弹剂 终于药皮 现在属于习近平 现在属于习近平 下台 下台 也许我们有生之年 不会见到这个起义的发生 但是我们今天的发生 我们的威胁的反抗 就是二十年后 三十年后 起义的这个奠基 好 我们已经无路可退了 知道吗 已经无关民族 无关地狱 每个人都应该站出来 为自己自由发声 这是我们现在当下 唯一应该做的事情 我们唯一的选择 就是干掉共产党 没有别的 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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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